各位評判、老師、各位參賽同學大家好 我是編號第四號 我今天要演講的題目是考試與我 從小到大經歷過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考試 若是考試順遂,我就會好有成就感 若是考試失常,我就會心生挫折感 考試與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樣 聽到考試這兩個字,整顆心就會七上八下了 尤其是臨近考試的日子,那真是苦不堪言啊 每當考試的當天,那真是最緊張的時刻 整顆心就會噗通噗通的加快速度跳動著 手掌心也會跟著冒汗 全身會不由自主的緊張起來 正在緊張的同時,我的腦中突然閃現出媽媽的話 立刻做個深呼吸,好讓心情放鬆下來 每當寫考卷時,如臨大班的戰戰兢兢 生怕有個閃失,就會一絲足成千古恨 所以我都會仔仔細細的寫每一個題目 也會檢查過好幾遍 考試 考試對我來說沒有,有時候很緊張 但是我會很努力的去把考試每一個題目都把它寫完 一直到教考卷時,我才能收口氣 每當考試發成績單時,我的心會開始忐忑不安 有些同學會拿到成績單時,會顯露出完美的笑臉 有些同學會從笑臉變成苦瓜臉 真是幾家歡樂,幾家醜啊 考試讓如何才能考好呢? 那就是,考試前多多複習 上課認真,請做筆記 上課前預習,下課後複習 習做跟作業都不要遲交,這樣才會使成績更進步 如果你是那種回家只會玩電腦,不寫功課的人 那麼你的成績會像雲霄飛車一般 由上一直往下衝,一落千丈 那會很糟糕的哦 考試是有苦有樂的 雖然考試有時候會讓你心情不好 但是考試雖然考不好,但是你下次只要更努力 就會相信如果你努力去準備 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一定會讓你有好成績的 考完試也會比進甘來的 這樣也會使你的夢想更前進 考試,考試會讓你的成績 雖然有時候會考不好 但是你只要努力去準備 相信老天爺一定會保佑你考好的 第一次段考已經結束了 這次的段考讓我收穫到甜美的果實最美麗 也最甜美 因為這次考得還不錯 所以得到了一些老師的贊助 希望我能永遠記住這份鼓勵的力量 繼續帶著這股力量去準備各項大考試 我一定要繼續努力 這樣才不會不負家人和老師對我的期望 好,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